大家好,我是关小姐 今天我们来分享如何为自己的充电宝 硬碟或者是手机来做一个 类似这样的勾针保护套 我最近新买了一个硬碟 像这样的 就是因为它是新买的嘛 所以怕用久了会有刮痕 所以今天我想要特别制作一个保护套给它 顺道和大家分享 其实我是如何为这些不规则的主体 来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勾针保护套 像这样 包身的部分我们是采用全长针 因为用长针的话呢 它会比较快的完成 就不用做那么久 不然整个过程会非常的枯燥 所以在主体呢 我们是采用全长针的方式 现在我们用一个比较深色的毛线来勾之底部 我们用的是变质起针的方式 这里我使用的是四股牛奶棉和3.0毫米的勾针 起针的数量取决于主体的长度 以大家自己的底部为准 因为每个人可能他们想要做的保护壳的底部大小都不一样 我这里是起了18针 靠近勾针的这一针不算 因为这是我们的起立针 然后现在我们转过来往里山这边挑 来开始勾之底部 往里山这边挑呢 成品会比较直一点 因为我们的底部比较扁 所以我们用短针就可以了 如果底部比较厚的小伙伴们 可以选择用中长针或者是长针 来作为包身的基础 我们在每个里山都勾一个短针 会有点难勾 所以小伙伴们不要着急 慢慢的勾就没问题了 这边勾完后 到另外一排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它是像这样的 整个辫子挑起来勾 短针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有提到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里的连接 但是我特别录制给想学勾针 却有零基础的小伙伴们的 同时我还分享了我是如何征服勾针的 连接我放到了下方描述栏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观看 如果喜欢也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哦 再我们勾到了最后一针剩这个角头 通常在这个角头的最后一针我们会做三个短针 是三个短针在这个小小的里针里面 最后一针真的是最难拖进去的 因为它最小 好这个角头我们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到了对面 这个是从新的完整的辫子里面入针 在这里可以做一个长线的动作 我们把这个线头放在这个针的上面 然后继续勾短针一针接着一针 我们勾到了剩最后一针 这个多的线头可以直接把它剪掉 不用担心它会跑出来 然后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 因为对面的对角我们是勾了三个短针 然后这边我们已经勾了一个短针在开头 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再勾多两个就可以了 这个也算是短针的加针 在这个小小的洞眼里面 我们勾两个短针 像这样 好的 现在我们要引拔上去 开始编织主体 为了让这边有一条分割线 让我们把主体和底部分开 这边我们只挑了那半针 这个编织的部分都是两条的嘛 通常我们是像这样 把两条一并勾起 现在我们只拿一条里边的这条内半针 我们用引拔这样直接跟它勾出来 引拔了过后呢 我们直接勾两个起立针 现在我们开始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勾针挂线插入第一个洞口 可是我们只挑内半针 勾针挂线穿挂两个线圈 再一次挂线穿过两个线圈 我们完成了第一个长针 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我们持续照着做就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分割线 把我们的底部和包栓放开来 全程不加不减的长针 就这样慢慢的把它勾完 直到最后一针 好的 我们一整圈已经勾完了 不加不减的长针 现在我们要跟第一针引拔 找到我们刚刚的第一针 变子起针那针是不算的 挑起刚刚第一针的两个线圈 第二圈我们可以开始正常的勾支 挑起两个辫子 直接勾长针 不加不减的 第二圈我们也勾完了 现在我们找回第二圈的第一针 做引拔 变子针是不算的 这边接口要接得好看 引拔就要跟它拉紧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套回主体 看看大小合不合适 是不是需要再做调整 大家就跟着自己要做的主体来量 现在到了第三圈的最后一针 我们要开始换线了 勾针 挂线 带出一个线圈 再挂线 带出两个线圈 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 不要继续带出 这里我们直接换颜色 短的在下面 长的在上面 直接挂线带出 然后才接着引拔 这就是勾针换线的小技巧 一样在引拔后 起两个辫子 然后记得要长线哦 这个短的线 我们跟它拉紧一点 这样我们一开始的引拔就会比较小 然后没有那么明显 继续做不加不减的长针 还有记得要长线哦 我已经做到上面这边了 刚刚一开始我是打算三行一个颜色 后来我又量了一量 好像算错了 就是如果需要颜色平均分布的话 应该需要四行四行的 然后我又拆掉做过了 所以现在我是四行四行换一次颜色的 然后我发现最保险的方法 就是像这样子 一行换一次颜色 这样你就可以很平均的分配你的颜色了 就比如说这个 就算不是三个颜色一组 到最后也不会觉得那么的突兀 现在已经到最后最后了 所以我的是像这样撬进去的 如果我继续不加不减的话呢 它不会那么贴顺的感觉 所以我决定在最后一行 转角的部分做一个长针的剪针 像我们勾针挂线 插入第一个洞眼 然后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挂线 插入第二个洞眼 再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现在勾针上面有三个线圈 我们一次跟它带出 就这样做好了一个长针的剪针 这边就继续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现在已经到最后的两针 这边我们再做多一个长针的剪针 勾针挂线穿进去 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再次挂线做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现在勾针上面有三个线圈 我们一次过跟它带出 这样这个部分的剪针就做好了 最后我们可以勾一整圈的引拔来收尾 你看做完了整圈 我们会发现这是我们的第一针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 因为它有点紧 勾针也戳不进去 从这边你也可以看到 这里是剪针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针 我们跟它断线 直接跟它拉出 就像这样子 然后用一个塑料针 我们来跟它收一下线 这是我之前做给手机的 是仪色的 一开始我也只是用一个颜色 来做一个像这样比较普通的手机套 然后在比较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在上面给它加了像这样的五官 所以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单调 这边如果大家想要加五官也是可以的 可以画一些表情 会比较俏皮可爱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要学做这些表情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考虑出一期视频 是专门来教大家制作五官的 所以大家记得现在马上点赞留言给我们哟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哦 我们下期见拜拜